5月8号到9号,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、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第10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北京举行。 在9号上午的主题论坛上,多位海外华社负责人围绕加强文明互建,促进中外友好,加强社团联谊,促进侨社发展的主题展开讨论。 文明交流互建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。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是世界看中国的窗口,也是中国看世界的眼睛。 新时期心形势下,华侨华人如何促进中外的文明互建和交流,发挥沟通中外,连接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。 怎么样引领我们在太的华侨二三代,正面的认识我们祖国的在各领域上面的一个成就, 这个是我们未来青商会工作的一个重点,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交流感情交流使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。 让大家了解中国有这么悠久的意思,感觉到读了这部歌谣,感觉中国的先行,圣人们是伟大的了解。 无往今来,咱们华侨华人就是扮演牵线的结设,架起中外文明互携互建的桥梁。 海外华社负责人认为,华侨华人是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载体,更是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,推动文明交流互建不是自说自话,而是双向的奔赴,要有为更要有效。 我就发现澳大利亚的袋数是有代表性的,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物,那么我想把它作为一个题材。 第一幅作品是《2000代数图》,这幅画我完成了以后,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展出了140多次了。 那么在各个国家呢,也收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宣传中华文化的这个作用。 咱们都知道啊,这个海外的华人华侨呢,这个基数非常大,几乎呢,所有的这个行业,我们都有所涉猎。 我们都能够从中找到我们的抓手,去做一些沟通中外的这些事物。 所以我想呢,就是如果说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,就是能够发挥好优势的话呢, 我们在海外,就是有现场港,我们必然能够成为中西文明互建的排头兵。 我们体会确实两个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不像东南亚,差别很大,怎么来这个推动立法? 我们用了三十几年两代人,所以国会投票380个议员,256位支持。 这是对我们中国文化的认可和认知。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同时不稳定性,不确定性更加突出, 围绕桥社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,如何让今后的发展新火相传。 海外华社负责人展开讨论。 在加拿大目前的这几个立法,我们的传统的节价人, 倒还是给我们都有的,包括全节,这个龙昭节, 包括我们南京大厨杀,预兰者的纪念碑等等, 我们里的这个加拿大法人法教, 我们是充分的就是知道我们这个首先的加拿大的法律, 然后能推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。 我会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, 传播好中国故事,让全世界人都明白了解中国。 合作精神很重要,大家都知道这个合字是容易些, 难行,但是我们如果不合作, 我们讲是一盘散沙, 为有合作,我们才能能举诚意股势力, 来应对各种考验。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基金会, 通过的我们跟华侨大学和很多和乔伴的合作, 可以让更多的华裔的新生代有机会学习中文, 有机会回中国就是实际的实践的感受到祖国的伟大。 我们的社团会员大概是200人, 然后其中80%具有博士学位和再度博士的一个博士研究生。 然后我们覆盖的领域也特别多, 像比如说人工智能, 生物医药,清洁能源, 还有等等。 我们现在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乔二代、乔三代涌现出来, 那我们也在积极地做这样乔二代、乔三代的工作, 希望以后后继有人。 据介绍, 大会以融通中外推动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, 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相聚北京, 交流思想凝聚共识。 目前,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已成为层次最高, 代表性最强,覆盖面最广的全球性华侨华人盛会, 已成为海外华侨华人主要社团交流经验, 加强沟通, 共谋发展的盛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展的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